女友称自己要给朋友拍写真 拍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我看她辛苦 帮她整理相册 不料尽发现她是给男闺蜜拍个人写真 画面里男人被高跟鞋踩着一脸享受 靠着角度才没有全部暴露 我拿着照片质问女友 她却不以为意 这些只是艺术照 她是我男闺蜜 你别瞎想好不好 可怎样的男闺蜜会和她拍这样的艺术照 女友柳如烟是产品摄影 加班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下午她就告诉我 晚上要去帮朋友拍照片 会晚点回来 开始我觉得有些奇怪 摄影我稍微懂点 产品摄影和人像摄影还是有很大区别 不过她说了是给朋友拍 可能要求不高我也就没多问 看到相机里那些我无法直视的照片时候 我浑身颤抖手掌心都在冒汗 柳如烟放下相机就去洗澡了 虽然我很愤怒 但理智告诉我 先要冷静下来 在她出来前 我把相机放回原处 先装作不知道 等她洗漱好上床后 我试探性的开始问她 咋样 还顺利吗 还不错 她上床直接被对我躺下 你不是拍产品的吗 这么突然想到拍人像呢 我看着我看着她继续试探 成片要不要我帮你参考一下 不太好 今天拍的是写真 给你看那是对我女性朋友的不负责任 她很干脆地拒绝了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明明是的男的 却说成女性 柳如嫣撒谎了 我的大脑开始闪回近期 她对我的态度 让我心里有些不安 我和女友柳如嫣 是在公司年会上认识的 年会当晚 几个分公司的员工都来了 我在总部上班 从来没有见过柳如嫣 那晚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她 快要散场的时候 我酒壮耸人胆 找她要了联系方式 连续好长一段时间 我主动出击 找各种话题跟她聊天 我们聊得很投机 而且巧得的她 还和我是同一所学校的 这更让我觉得是缘分使然 一到周末 就约她吃饭看电影 没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 半年前我们也已经见过家长 并且把婚礼定在年底 柳如嫣和我背对背 我们像是两个陌生人 没有说一句话 我辗转很久 都没睡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听到柳如嫣沉重的呼吸声后 我抬头看了一眼 嫣嫣 我试探地喊了她一句 确定她睡着后 我小心地摸到了她的手机 不过我尝试了 好几个密码都不对 怕露出马脚 我只好先作罢 我小心地从床上爬起来 拿到她相机后来到客厅 用手机拍下的相机里男人的写真 不过 这些照片好像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我轻摇嘴唇 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突然 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相机里显示的最后一张照片的时间 是在11点半左右 那肯定就是那个时间 就已经结束拍摄 剩下的两个多小时 她干嘛去了 为什么两点才到家 再结合她对我说谎 所以我能肯定她有问题 那晚过后 我开始密切关注柳如烟的行为 周五下午 她发消息告诉我 今晚又要去给朋友拍照 晚上就不回家吃饭 让我自己解决 我知道 这是个机会 中午在公司吃过饭后 我就找领导请了下午的假 我事先来到女友公司楼下等候 下半点 我远远就看到女友从写字楼出来 静置上了一辆黑色奔驰的副驾驶 我没有犹豫 赶紧掏出手机拍下了车牌 果然 现在我心里有了最坏的打算 女友柳如烟好像背叛我了 怕被发现 我没有跟上去 既然现在有了车牌 就应该先知道 那个开车的男人是谁才行 这件事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得找我好哥们徐文帮忙 转头我就去了徐文公司 徐文是我大学室友 跟我关系很好 他家境很好 毕业后他爸就给他投资开了家公司 在徐文公司里 我畅通无阻 他们公司员工基本都认识我 我从不跟他客套 直接推门进到他的办公室 不是 怎么不 他皱着眉盯着电脑屏幕 看到是我 他的话戛然而止 怎么有空跑我这来了 是不是想通啊 相信哥们 来跟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两年 我没少帮他擦屁股 他公司是做软件的 却连个像样的程序员都招不到 每次他公司做的软件有问题 都是我帮忙解决 一来二去 我都快成他公司骨干了 所以后来 他一直都想挖我来跟他干 晚上有空吗 喝点去我不接他的话 直接无视他的话 你都跑我面前来了 那我必须有时间啊 晚上我俩去了以前上学时候 常去的一家店 我也不跟他卖关子 坐下点完菜后 就开始告诉他找他的目的 他听完一拍桌子 比我还气愤 妈的 就是我的感觉没错 我早就觉得这女的不行 但我说了又怕伤咱俩感情 少马后炮 你放心 查个人而已 小意思他派着胸脯向我保证 查人的事情交给徐温后 我也不能打草惊蛇 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下班前 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 他说小姑这两天要手术 来找他们借钱 现在还差两万 就想着来找我再借点 我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下来 不过现在 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之前柳如烟提过一嘴 说以后要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所以订婚之后 我的工资 全部都存在柳如烟那里 每个月只给自己留点零花钱 今天柳如烟又是很晚才到家 一进家门我就跟他说了这件事 啊 那个 钱 那些钱我借给闺蜜周转了 现在没有那么多 他支支吾吾看起来非常紧张 你全部借出去了吗 我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应该最少都有二十来万 嗯 他资金上周转上有点困难 等过两个月就会还我的 很奇怪 我之前也没听说他哪个闺蜜 做生意的 不过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 答应借给小顾的钱 自然不能食言 只能明天再去找徐温一趟 第二天下班后 我再次出现在他公司 他以为我来找他要消息的 哥们 昨晚才让我去查的 消息哪有那么快 不是这事 哥们有点着急 先借我两万块钱 我们之间从不客套 都是直入主题 你干啥了 怎么混成这样 穷到两万都拿不出来了 他满脸不可置信 不然跟我混算了 哥们绝对不会亏待你 我把事情的经过 全部告诉了他 他听完后眉头一皱 别怪我说话难听 这媳妇还没过门 就把你的钱全拿了 你就不怕他拿你钱 给别的男人花啊 这谁能预料到 况且我们都订婚了 我也很无奈 过去了 你看下收到没 我就要两万 转那么多干嘛 少废话 跟我客气鸡毛呢 回家后 我在小区的长椅坐着 抽了大半包烟 脑子里一直在回想 徐文跟我说的 最后一根烟过半 我掐灭上楼 次日上午 我收到徐文 给我发来的文件 点开一看 是那台奔驰车主的信息 车主姓周 但是我看了一圈下来 这车主结过几次婚 养过几个女人 都被查得一清二楚 可唯独没有看到 我想要的信息 整份文件跟柳如烟 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而且这车主 并不是柳如烟 相机里的男人 我问徐文 是不是查歪了 他也是一头雾水 说要找那人麻烦 还说是专业的 查个人都能查歪来 就这样线索断了 突然我又想到 会不会是 有人借了这车主的车 可能那天开车的 不是车主呢 很快 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不过这种有钱人 车一般都不会外借 这时候我从资料里发现 这车主有个司机 难道是这司机 虽然不合理 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我把我的想法 告诉了徐文 让他帮我再查查 这车主的司机 我这里也没闲着 有没有问题 事事不就知道了 我找公司请了几天假 接着回家 我告诉柳如烟 我要出差几天 转头我去了徐文家住下 今天是工作日 白天柳如烟 肯定是要上班的 我开着徐文的车 来到了柳如烟公司 楼下蹲守 一直蹲到下班点 看到柳如烟出来后 我马上跟了上去 没想到柳如烟 直接选择了回家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什么都没发生 但很快 他就换了套衣服 从楼上下来 看样子他还要出门 我一直在身后跟着 一直看到柳如烟 进了一个菜市场 看着他挑了些菜 然后原路返回了 这是要做饭 我猜对了 看来今晚家里会有人来 因为柳如烟 根本不会做饭 跟到小区楼下后 我没有再继续 瞬间我有了个想法 回到徐文家 我叫了个跑腿小哥过来 小哥人到后 我把要求告诉了他 只需要帮我去家里一趟 以取东西的借口 帮我看看我家 还有没有其他人 说完我给他转了200块小费 小哥很就爽快搭议下来 这边我也微信告诉柳如烟公司 有个加急文件要 等一下会有小哥过来取 加上微信后 小哥非快往我家里赶去 我是掐着时间来的 小哥到那边的时候 估计他们正在吃饭 而我家的餐桌 就是正对入户门的 只要在门口 就能一眼看到 给钱效率就是高 半个小时后 我收到了小哥的照片 小哥非常给力 直接附上了几张照片 角度有些奇怪 但勉强还是能看清 柳如烟身后 确实有个陌生男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双手有些颤抖 这就是柳如烟 相机里的男人 虽说我早就有准备 但心里还是有些难接受 确定柳如烟有问题后 我一夜没睡 天一亮 我就回到小区楼下 我还是不死心 还在不停给自己洗脑 看到那辆奔驰车出小区后 我立刻回了家 我就打算在家蹲着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我坐在家里沙发上 一天下来 我什么都没吃 快到了下班点 我就赶紧躲到了次卧里 家里的次卧 一直都是闲置的 有时候朋友过来 会将就一下 平常基本不会过问的 我一直躺在次卧的床上 看着手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听到开门的声音 我立马从床上跳了起来 靠在门边 今天想吃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买 是个男人的声音 我死死捏紧拳头 水煮于柳如烟回他 好 那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买菜 不要 等一下被邻居看到不太好 我叫了外卖 等会儿菜就送来了 我咬紧牙关 耳朵死死贴在门上 现在还不能代表什么 虽然很生气 但还要再等等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 我年底就要结婚了 再不快点 我就要嫁出去了 柳如烟 语气有些催促 男人安慰他说 烟烟 你别着急嘛 我公司现在正在上升阶段 等稍微稳定点 我就带你回家 还是多亏了你呢 要是没有你那些钱 我可能就撑不下去了 等年底了 一定给你股份分红 难道柳如烟跟我说 借给闺蜜的钱 是给这个男人了 我继续听 不要 以后等结婚了 你的钱都会是我的 好好好 都是你的 不过你这对象怎么办呢 你们都已经订婚了 我顿了顿身子 耳朵更贴紧了门 他 随便找个理由甩了就行了 就是得舔狗罢了 我对他又没有感情 要不是他条件还不错 我怎么可能看上他 柳如烟语气有些轻蔑 瞬间 我感觉自己坠入了万丈深渊 呼吸都变得很沉重 听着柳如烟的声音 我甚至在脑海里 已经脑补了他嫌弃的表情 不过你家不是已经收了彩礼了吗 到时候怕是没那么容易甩开 男人继续问 简单 我早就想好了 到时候给他灌点酒 再找我姐妹来跟他睡一觉 再拍点照片 他就是有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的 他出轨 自然钱也一分都不会退给他的 宝贝还是你聪明 我喉咙一阵干涩 说不出一句话 原来这么久的感情就是这样的 我手紧紧捏住门把手 我真想跳出去 把这对狗男女 做得满地爪牙 但理智告诉我不行 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既然这么对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一直等到深夜 两人打情骂俏 甜甜蜜蜜的过程 全部被我录了下来 柳如烟进了浴室洗澡 那男人说要下楼买包烟 趁这个机会 我逃了出去 回到徐文家 我的胃也开始抗议 这才想起来今天什么都没吃 没一会儿 徐文也下班到家 怎么才回来 我问 最近内容有个大升级 不亲自盯着我不放心 你这老板当的 把自己累够呛 我忍不住吐槽 没办法 谁让我没有你这样的员工呢 他贪了贪手 表示无奈 对了 你那边情况咋样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他 真不是根本马后炮吧 我就说 他肯定不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我不想提到 关于柳如烟的任何事情 我拉着徐文出门 找了个烧烤摊 一个劲地用酒精麻痹自己 次日再醒来 已经在徐文家的床上 本来还很生气 但昨天喝酒的时候 徐文一个劲地开导我 我还真给听进去了 好像这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 我先回了公司继续上班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那个男人是谁 才知道怎么下手 现在只能等徐文那边的消息 等了几天 终于有了消息 还真就让我猜对了 那个男人就是那辆奔驰车主的司机 那男的叫王妍 我苦笑一声 真让隔壁老王给偷家了 王妍和柳如烟是高中同学 这两人居然还有过一段恋爱经历 后来是因为王妍高考失利 就没有继续上学了 在柳如烟上大学期间 两人还是在一起的 后来王妍突然消失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 半年前 王妍又回来了 王妍手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司 他其实就是个司机 这阵子欧洲被开赛 王妍赌球输了不少钱 大多数也都是借的 现在还不上了 所以就哄骗柳如烟 说是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这王妍每次去找柳如烟 都是开着那辆豪车 他自然也不会怀疑王妍 而且这混蛋在老家已经结婚了 还有个两岁的女儿 这些事情柳如烟根本就不知道 信息都了解了差不多 我差不多也有了自己的计划 下班后 回到空档的房子里 现在我只觉得这房子太脏 我辛苦工作买下的房子 都被这对狗男女给玷污了 柳如烟回来后 已经是深夜 看得出来他真的挺不喜欢我的 只是觉得我的钱好花 我的房子好住 老公 你回来了 这几天出差辛苦了 他一阵违心的问候 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回应他 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 一点不辛苦 他上来在我脸上清了下 那我先去洗澡了 看着他进浴室后 我赶紧用湿巾擦掉 那个恶心的吻 果然就像徐温说的 是之前我太恋爱恼了 可能是柳如烟觉得有些心虚 今天居然主动拉着我想要清热 不过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用出差太累拒绝了他 现在的他 我连多看一眼都会觉得恶心 我找公司提出了离职申请 决定先解决自己这里的麻烦 按照徐温给我的资料 我来到了王延老家 这是个小县城 在一家女装店里 我找到了王延的老婆刘淑 羽然面黄疾瘦 一眼看上去就非常的疲劳 虽然很累 但每个顾客进门 他都会努力挤出一抹笑容 为顾客服务 我就在远处等着 没有急着上前打扰他 直到下班后 我拦在了他面前 你好 你是王延的妻子吧 他有些警惕地看着我 没有着急回答 我想跟你聊聊 是关于你丈夫王延的 你是 他缓缓开口 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有些事情 你也有知道的权利 他有些犹豫 但还是同意跟我坐下来聊聊 我们在附近找了家奶茶店坐下 接着我把王延出轨的事情 告诉了他 起初他并不相信 直到我拿出了那碗 我在家里偷拍到的王延和柳如烟的照片 他的表情先是震惊 接着是愤怒 最后趋于平静 接下来 他跟我讲述了他的经历 他和王延是家里介绍认识的 在家里的安排下 就早早结了婚 起初他对王延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后来有了孩子之后 共同话题多了 慢慢才有了些感情 之前王延和他一样 是在县城工作的 只不过小地方收入太低 根本养不活一家人 王延就提出去大城市看看 没想到这混蛋到了外面 只知道享福 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给家里打钱了 还一直骗他外面的工作不好找 要等稳定些就好了 没少找家里要钱 他一边要带孩子 还要解决自己的温饱 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 巨大的压力让他快要崩溃 在得知这混蛋出轨后 他内心再也承受不住 泪水从眼角滑落下来 我在一旁不知所措 买茶店的员工也探出脑袋 走到了吃瓜前线 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谢谢你让我看清了他 你的照片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我好用做证据跟他离婚 看到他是这样的态度 我心里更有底了 没问题 只不过就这样离婚太便宜他了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受害者 你愿意帮我个忙吗 我有些期待地看着他问 他低下头看了眼手机 有些犹豫 你不用担心 你如果愿意帮我的话 到时候我会给你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 还有你孩子后续上学的事情 你也可以不用担心 我看出了他的顾虑 不幸的话到时候可以签合同 那我该怎么做 他几番犹豫下来 还是答应了我 很简单 就一个字 什么字 闹 我和刘叔加上微信后 立马折返回家 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给足他们空间 回家后 我再次收拾行李 等柳如言回家 我告诉他要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 上次出差效果非常好 所以公司安排我 去异地出差一个月的时间 他对我毫不关心 自然也不在乎 我说的是真是假 我还是直接来到了徐文家 你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件事 哥们一定帮你办好 我辞职的事情 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 所以他现在脸上的笑容 都有些藏不住 来你公司没问题 但是我还要带个人 你带十个人都行 你带的人我信得过 都听你的 他想都没想 就答应下来 这次的复仇 要是没有徐文 我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结束后 我肯定是要来他公司了 安顿下来后 我们开始计划 柳如言那头徐文 已经找了人帮我盯着 照片视频证据越多 对我来说越好 亡言老婆那边 我也及时跟进 这段时间 这两人可是十分潇洒 逛街 女游 甜蜜的相对热恋中的情侣 跟之前不一样的是 我在收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内心已经毫无波澜 这些照片收到的第一时间 我就转发给了刘叔 王言公司那头 徐文也已经帮我搞定 那公司的老板周总 和徐文有过些交集 这次为了我 他特地帮我把周总约了出来 我们在一家酒店包厢里见面 简单寒暄几句 我也直接表明来意 我把王言的事情告诉他 也是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他这司机 居然开车他的车去泡妞 商人都是精明的 没有好处 人家怎么会帮忙 这点徐文也早就帮我想好了 周总 听说你公司最近有点周转不开了 如果您愿意帮我个小忙的话 我还是可以帮周总 度过这个难关的听到这句话 眼前的男人眼睛瞬间精神了 那我能为徐总做点什么呢 很简单 只需要你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后续还要砸你的车来演一场戏 您放心 后续所有的维修费用 我都会折现给您 但需要您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您的那个司机身上 您砸我的车 这要怎么推到司机身上呢 他有些疑惑 不是我砸 是那司机的老婆砸 徐文缓缓解释道 聪明人就是一点就通 明白了 那我可要好好给我那司机上一刻了 他一脸坏笑的伸出手 徐总 合作愉快三两下 对方就同意帮忙 回去的路上 我问徐文 你花这么多钱 不怕他倒闭还不上啊 有什么好怕的 就当我投资赔了 到时候你帮我挣回来不就好了 得 那我压力有点大 我相信你的实力 一切准备就绪 计划也正式开始实行 我和徐文坐在沙发上 眼前的电脑屏幕里 是我家的监控画面 出来前 我就在家装好了针孔摄像头 等着两人开始干活 我们的计划也正式开始 十几分钟后 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摁响了我家的门铃 是我找人报的警 说在我家 有人组织进行违法行为 接着我就静静等待着一出好戏 我在屏幕后面看着现场直播 您好 接到有人举报 请配合我们检查 警察表明来的目的后 开始检查这两人的身份 警察同志 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可是守法公民 我们可是被冤枉的一旁的王言赶紧解释 你们什么关系 警察开始询问记录 朋友关系王言磕磕巴巴 语气有些不自信 警察抬头瞥了两人一眼继续记录 你们谁是房主 警察看着两人问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有些难堪 警察看了他们一眼 柳如烟才开口 房主不在家 出差去了 你们跟房主什么关系 警察没有抬头 边记录边问 朋友柳如烟有些磕巴 我也是朋友王言跟上 好的 麻烦给房主通个电话 现在我们需要确定一下 一听到要确认身份 柳如烟脸都绿了 迟迟没有动作 警察同志 我们真是朋友 不然怎么能住进来呢 您说对吧女士 这种事情不是口头能确定的 我们需要确认信息正确 请你配合警察哪会管这些 柳如烟看情况不妙 但如果再不配合 肯定就要被带回所里 到时候只会更麻烦 没办法 她只能非常不情愿地给我打电话 连续三个没有接通后 明显能看到柳如烟脸上的慌张 那只能配合我们回去一趟了 警察停笔看着两人 别啊 我再试试看 稍微再等等又打了两个 我才缓缓拿起手机 喂 怎么了烟烟 警察接过电话跟我沟通 你好 请问是贺先生吗 我和警察开始了快问快答模式 确认了我的身份后 开始询问我们之间的关系 柳如烟自然是真的 问到王妍的时候 我开始了我的表演 王妍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 妍妍 这个王妍是谁 这个时间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我从监控里看到警察看了两人一眼 这时候 该下一个人登场了 突然 门外出现一个声音 好你个负心汉 出了大半年 我和孩子都要饿死了 你居然在外面这样潇洒 你个臭不要脸的王妍 看到自己老婆出现在这里 瞬间猛了 他上来就扑了上去 狠狠一巴掌就打在了王妍脸上 一旁的警察赶紧拦住 这是什么情况 警察也很猛 于是请你冷静一点 柳如烟也瞪大了眼睛 看着一旁的王妍 此刻我能看出来 王妍非常想逃离现场 警察同志 这是我老公 这混蛋半年前说出来打工 把我和孩子留在老家 半年了 从来没有管过家里任何人 我还心疼他在外面辛苦 没想到是在外面和这小三这么快活 这出戏给我看爽了 我这头电话都还没有挂断 烟烟 这是怎么回事 我自然不能落下 对这电话语气有些着急 贺先生 能方便您来所里一趟吗 现在情况看起来有些复杂 我答应下来后立马挂断了电话 继续回到监控画面看戏 你个混蛋 家里老婆孩子不管 在外面养小三 回去就离婚 你在乱说什么 把我当什么了 柳如烟顿时暴怒 瞪大了眼睛看着一旁的亡言 你有家庭了 为什么骗我 现场的火药味很浓 感觉马上就要爆发 要不是有两名警察在现场 估计就要炸了 警察把三人带回了所里 我现在的身份是在外面出差的 自然是赶不过来 所以我给柳如烟爸妈打了电话 让他们过去看看自己的好女儿 刘叔这里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开始了下一场直播 回到所里 查清楚了所有人的身份 王妍婚内出轨也被坐实 他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 出轨是道德上的问题 所以警察也只能做口头批评 等到柳如烟爸妈到现场的时候 刘叔的表演开始了 看看你们的好女儿 有老婆的男人也能下得去嘴 真是饿了 真是简 刘叔把嘲讽拉满 你这女人胡说什么 听着是柳如烟他妈的声音 你自己老公不是个东西 我女儿也是受害者 受害者 你女儿住在他男朋友的房子里 再背着他跟其他男人搞在一起 你告诉我这是受害者 刘叔一句话让他们哑口无言 有了对象还能和其他男人鬼混到一起 能是什么好东西 够了 别在这里丢脸了 王妍大喊一句 你现在知道丢脸了 在一起甜蜜的时候 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好了好了 警察敲了敲桌子 让你来不是为了吵架的一番调解后 众人从派出所出来 都各回各家 接下来也该我出场了 柳如烟出了这事 肯定不好意思在我房子里继续住 我还没有找他问清楚这个王妍是谁呢 果然 我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空荡荡 我也没有犹豫 直接去了柳如烟家 他们一家人看到我的到来都有些心虚 昨天怎么回事 那个叫王妍的是谁 我人一进门就开始质问 我对你还不够好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要车要房 我哪个没有满足你 我把所有家底掏空 为了你又重新开始 钱都上交给你 你怎么还能这样对我 我一连几个问题 他们一家人都说不出话 小陈啊 阿姨跟你说 秦秦也是一世糊涂 被那个男人给骗了 人都会犯错的 我们已经教育过他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 他妈上前拉着我的手解释 阿姨 您别开玩笑了 都是成年人 心里都很清楚吧 我们就这样吧 对了 记得把我存在你那里的钱 还有彩礼钱全部还给我 说完我转身就走 刘叔那头 他追着王妍闹 按照计划 周总的车被刘叔砸了 接下来 就是周总急着要用车 让王妍马上开车去接他 结果发现自己的车被砸 是被王妍老婆砸的 找麻烦自然也是找王妍 周总非常上道 给足了王妍压力 瞬间那辆普通的奔驰维修费 就被开出了天价 一系列事情下来 王妍都快要疯了 柳如妍这里 我也没让他好过 我知道他根本没有办法 把钱还给我 前阵子他们家 还拿我给的彩礼钱 换了台车 所以我直接到法院起诉 所有的转账记录 都非常清楚 他出轨的证据 也十分充足 法院也要求柳如妍 把这些钱如数奉还 他没办法 只能去找王妍要钱 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而且也是现在他才知道 这王妍就是的打工仔 哪有什么公司 一切都是在骗他 王妍被刘叔 强行拉回老家 离完婚后 人就消失了 他肯定不敢出现 现在外面还有好几笔账 等着找他清算呢 柳如妍也像疯了一样 满世界找他 后来我派人找到了王妍的位置 并且透露给了柳如妍 两人大吵一架 王妍上头失控用水果刀 捅伤了柳如妍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内心毫无波澜 王妍被抓后 我去医院看望了柳如妍 其实主要还是提醒他 快点还钱 不然到时候他们一家人 成老赖了 法院就只能法派 他们家里那点东西了 这系列事情彻底结束后 我自然不能食言 我带着刘叔来到徐文公司上班 刘叔在这座前台 给他的福利待遇也不差 他孩子上学的事情 徐文也帮忙解决了 只是辛苦我 要好好打工来还欠徐文的债了 但日子肯定是好起来了 这小子还打算给我入股 年底分红 事业好转后 我的桃花运也来了 这下我可得擦亮眼睛好好看了 徐文完